針對新疆議題 主導歐洲一起來制裁大陸 導致中歐關係很緊繃 中歐投資協定還因此遭到凍結 但是大陸是讓利的一方 很有底氣 不受影響 但是最近就有四個歐洲的外長接連仿舟 還有歐洲議員認為 美國離間了歐盟跟中俄的關係 讓歐盟正掉入陷阱 所以歐洲的抗中風向 似乎已經在轉向了 還有另外一個來看到 美國號召五眼聯盟 針對了大陸新疆議題施壓 不過紐西蘭不抗中 結果還因此被澳洲的媒體 說是紐西蘭 習近平的習 今天紐澳的元首會晤了 大陸議題當然成為焦點 我們來看到是澳洲總理莫里森 其實他也有在30號的時候 飛抵到了紐西蘭 希望跟紐西蘭的總理阿爾登會面 是紐澳去年因為新冠疫情期間 關閉了邊界以來 兩個人首度的面對面會談 兩個人正式會談31號登場 大陸議題就是兩個人的重點 與紐西蘭總理阿爾登呢 其實他有否認說 自己是為了利益 而就中國的議題 晉升 並強調澳洲是紐西蘭最緊密的家人 他還說呢 澳洲是我們最緊密的家人 我認為從多方來說 都是如此的 阿爾登解釋啊 說紐西蘭跟澳洲 本來都是各自獨立的 處理自己外交的事物 兩國在面對中國議題時 大多時候呢 都是步調一致的 而且呢 少部分呢 是立場相左的 輿論之所以會關注呢 紐西蘭面對中國 跟澳洲立場不一的問題 其實是你澳洲媒體 形塑出來的觀感 而且呢 並非是真有其事的 阿爾登說呢 我自己是在2019年 其實有到中國大陸 北京的時候 當面對著中方表示 關注中國人權的問題 他強調呢 不論是私底下 還是公開的場合 他的言行態度 都是一致的 大家看到是莫里森呢 他有強調說 跟紐西蘭啊 是兩國呢 要共同繁榮的 大家都知道 澳洲跟大陸的關係 在過去一年半以來 可以說跌到了 數十年以來的低點 就是因為你莫里森不是嗎 他主導之下 澳洲呼籲呢 對於疫情怎麼樣的源頭 進行國際的獨立調查 不是嗎 而且呢 還對於呢 澳洲禁止了 大陸科技巨頭 華為參與呢 澳洲的5G計畫 不是嗎 最近幾個月 大陸呢 也開始反制了嘛 所以限制了澳洲的 大麥啊 葡萄酒啊 牛肉這些商品進口 反觀紐西蘭是不抗中的 兩國關係很好 還在今年 升級一項自由貿易協定 紐西蘭最近呢 多次沒有跟進澳洲等 五眼聯盟國家 對大陸採取強硬的態度 例如什麼 今年3月呢 歐美14國聯合發表了 譴責大陸政府 在新疆跟香港 違反人權的聲明 五眼聯盟當中呢 就是紐西蘭缺席了 紐西蘭並沒有在 在這個五眼聯盟當中 譴責中國大陸 四月的時候呢 還說啊 你們五眼聯盟啊 擴大職權 我感到呢 很不自在耶 也就是說五眼聯盟 本來 本來只是情報分享而已 我們五個國家 情報的分享而已 你現在不是情報的分享 變得很政治耶 他說呢 現在已經不是只是情報分享了 五眼聯盟呢 包括了誰 美國 英國 澳洲 紐西蘭跟加拿大 這五個 安格魯薩克遜人的 這個五眼聯盟 那紐西蘭的說法 就被解讀啦 紐西蘭我不支持你 五眼聯盟 進來對北京的批評 接下來看到就是說 最近的紐澳 也因為呢 大陸劍拔弩張了 這是三十號晚上的時候呢 這是澳大利亞的 第九頻道新聞網 六十分鐘的節目 他釋出來還沒有播 當時的 他只有PO出 宣傳片 就引發了討論 因為呢 他這個宣傳片當中 將紐西蘭 戲稱叫做 紐西蘭 你沒有看錯 紐西蘭 習近平是 你看XI 紐西蘭 他指責什麼 他指責呢 紐西蘭要看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的臉色 引發了紐西蘭的 輿論的熱議嘛 那這是呢 澳洲的第九頻道新聞網 在星期天播放的 新的一支的新聞節目 六十分鐘 討論呢 紐西蘭的大陸政策 對於紐澳兩國的關係的影響 報導當中呢 強調有一個澳洲籍的記者 叫施坦福特 就是他 他在一個公開場合當中 去問紐西蘭的總理阿爾登 他說呢 你是否有時候需要咬住自己的舌頭 才能避免得罪中國政府呢 阿爾登立即回答沒有 不 結果呢 其實記者還特別強調說 澳大利亞 因為批評了中國 而付出了代價 包括大麥牛肉 龍蝦跟葡萄酒 在內許多的出口行業 都受到了制裁 紐西蘭呢 在批評大陸的時候 採取的是不同的方式 沒有受到了上述任何一項的懲罰 但是呢 是因為你們自己要抗中不是嗎 所以你覺得誰說的有道理呢 澳洲媒體甚至還用旁白說 我們澳洲啊 以為他們紐西蘭是最好的朋友 但是呢 他們看來為了賺中國的快錢 你看又那麼難聽 說中國的快錢 已經拋棄我們了 而且呢 還特別說 又質問 紐西蘭是否已經變成了紐西蘭 這段影片呢 宣傳片引發了強烈抨擊 澳大利亞推特的用戶 也有人吐槽 說呢這個節目啊 說紐西蘭為了國家利益做什麼 是紐西蘭的自由啊 我們對於中國發起了貿易戰 引火上升 那不要呢 歸罪於紐西蘭 還有網友說 多年來 六十分鐘你這個節目 一直都是充當美國利益的宣傳機器 有關心中的關係的報導 是可恥的 令人作偶的垃圾 甚至還說澳大利亞的貿易困境 都是自作自受的 接著來看到不只是澳洲有輿論反彈 其實紐西蘭更是氣炸了 來看到總理是阿爾登 他形容這個紐西蘭以及呢 我們與澳洲關係的方式 他這樣的被形容說澳媒這樣的形容 他完全是不同意的 那紐西蘭的全國線的廣播電台呢 來看到ZB新聞網 有一個名嘴叫做杜普萊西亞蘭 他則是說荒謬啊 還形容說你六十分鐘說 他認為呢這個五眼聯盟是由誰 是美英加紐澳所組成的情報單位嘛 但是呢紐西蘭所施加的壓力 就是呢你們這五個國家 這其他四個國家 對紐西蘭施加的壓力 比中國大陸給的壓力還要大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紐西蘭這個地方真的也是炸鍋了 其實是不只是紐西蘭 你知道嗎 連澳洲的這個莫里森政府 因為常常抗中嘛 所以墊高了自己在國內的政治能量 但不是每個澳洲的政治人物都很認同的 我們來看看的是誰 澳大利亞的前總理 被稱為是中國通的陸克文 他就有呼籲不要單挑中國 否則啊槍打出頭鳥 而且呢根據英國廣播公司 BBC二十九號報導呢 陸克文告訴BBC啊 在對付中國大陸的時候 他是日益增長的經濟體 還有地緣政治影響力的時候 還是要抱團比較好 不然有可能會被中國大陸 挑出來單獨懲罰的風險 他說如果你要跟大陸發生分歧 與其他國家共進退 可能比單獨跳出來比較好 因為大陸會更容易 利用雙邊的關係修理你 那陸克文更批評了誰 批評的是現任的澳大利亞政府的 對華政策 他認為這樣做有時候會適得其反 在他看來呢保守派的政府對大陸的回應 有時候很謹慎啦 但有時又覺得很誇張很尖銳 澳洲政府這樣的表現可能會危急什麼呢 澳大利亞的鐵礦石 他蠻擔心的澳大利亞的鐵礦石可能會受到影響 因為可以看到澳大利亞鐵礦石對華的出口 是非常重要的 出口佔比達到了五分之一 但是大陸長期都是把澳大利亞視為是一個 不可靠的鐵礦石的供應國 因為你常常抗中不是嗎 陸克文就提醒你澳洲升高的對抗大陸 反而讓大陸去找什麼 找鐵礦石的替代品 傷害的就是你自己澳洲的產業 他還說有一些國家想要駕馭中國 陸克文認為駕馭中國就意味著對戰 中國大陸不會喜歡的 不過他否認澳洲政府對中國是太天真的 但他強調我自己去處理跟中國大陸關係 靠的是外交的關係 那其實這已經不是陸克文首次毫不客氣的批評 莫里森的政府對華政策了 在澳美星期六報 1月30號就已經採訪過他 陸克文就說澳大利亞的對華政策 完全走錯了方向了 其實不只是中澳的關係 陸克文也提到了中美的大戰 他認為未來十年中美的戰爭競爭 是不可避免的 他特別講到說 其實來看到是中美競爭可努力避免 他強調競爭是可以的 但是要有底線 要有規則 目標是要做到有管控的戰略競爭 全球治理跟合作的未來 很大的程度上取決於中美的關係的未來 所以陸克文說很多跡象表明 未來十年將會是中美關係發展的關鍵時期 他指出一方面世界總體的格局 呈現出東升西降的趨勢 另外一方面 中國大陸不斷地靠近世界的舞台中心 按照市場的匯率計算 中國有機會在接下來十年裡面 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 他強調無論雙方採取是何種的戰略 事態如何的發展 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 或不可避免的加劇 但是戰爭可以避免的 他強調戰爭可以避免 要建立的是一個有控管 有管控的戰略競爭的聯合框架 那會有助於推動中美之間 形成了高水平的競爭的戰略競爭關係 而且同時降低了競爭 可能會升級為公開衝突的風險 澳洲總理莫里森和紐西安總理 阿爾登互相交換 應有彼此名字的球衣 展現友好情誼 紐澳雙方元首在疫情爆發之後 十五個月以來首次面對面會談 而這次會談 雙方聚焦在中國大陸議題上 過去一年多中澳關係降至冰點 莫里森帶頭呼籲進行新冠病毒起源調查 也禁止華為參與5G的網路建設 還說假如大陸武力犯台要支援美國籍盟友 不過澳洲前總理陸克文投書當地媒體 說莫里森發表的涉台評論相當草率 可能危及國家安全利益 中澳關係緊張之際 但紐西蘭卻持續加強和大陸之間的經濟關係 兩國還升級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有澳峰會前夕澳洲媒體批評紐西蘭 因為大陸利益背棄傳統盟友 還以紐西蘭來嘲諷 雖然阿爾登想藉由這次會面重申紐澳友好情誼 在本月初之7峰會前紐西蘭就表明不願在美國大陸之間 選邊站 儘管和大陸在制度上難以協調 但沒把話說死 看來在抗中議題上 紐澳可能很難達到相同共識 綜合報導 好不只是紐西蘭不抗中 被說五眼聯盟瞎一眼之外呢 我們來看看歐洲的部分 歐洲最近呢來包括的是歐盟呢 凍結了中歐投資協定 另外呢還有立陶宛退出了17加1 但是呢這只是一部分而已 歐洲其他國家也想要跟中國大陸做生意 而且呢也跟中國大陸想要友好的 我們來看到是歐洲議員叫米克華萊斯 就是他 他說啊 你美國呢為了離間呢 歐洲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以及歐洲跟俄羅斯的關係 所以呢美國不僅是要孤立 俄國跟中國大陸 還要怎麼樣呢 還要使得歐洲啊 你更依賴美國 所以他提出了這一個 美國的一個計謀 甚至還說你歐洲 現在就深陷其中了 我們來看看接下來就說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章 也就是說呢其實呢 還有不只是有一些歐洲議員 出來講話 歐洲呢有一些外長 最近呢也到了中國大陸來訪問 就是呢不怕中歐協定遭動 四國的歐洲的外長 訪中國大陸 來看到包括了波蘭啊 匈牙利啊 還有塞爾維亞 這些的外長呢 通通都來到了 這個中國大陸跟王毅來見面 而且呢其實呢 我們發現路透就特別提到說呢 這些國家像波蘭 匈牙利跟塞爾維亞 他們呢都是17加1的成員 另外呢也講說呢 歐洲的四個外長 現在呢各個議會當中 其實是沒有認定種族滅絕的 代表呢這些歐洲的這些 有四個外長 他們的國家沒有那麼的抗中 其中呢塞爾維亞跟匈牙利 還批准了中國大陸的疫苗了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歐洲不是都是鐵板一塊 那麼樣的抗中的 我們再接看來看一下下一張 也就包括說呢 這個下一張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塞爾維亞呢 他也特別強調說 是這個是中國大陸說的 他說呢塞爾維亞是中國大陸 跟歐洲的鐵桿朋友 甚至呢習近平也跟賽國的總統呢 武器齊多次的會晤啊 所以兩邊的關係是蠻好的 甚至呢還想說呢 這個中東歐的合作 中國大陸呢跟他們的合作 是不涉及防務的安全 沒有地緣政治的問題 也沒有說對方是一個競爭的對手 他們呢其實不是對手 而是夥伴的關係 接著我們再來看看呢 其實他們歐洲這個國家 還有哪些的一個互動的一個模式 甚至呢他們來講說呢 中國大陸會跟世界來做表率 而且呢還他們講到說 這個是塞爾維亞 塞爾拉科維奇這個外長 他就特別講到說 其實中國大陸 可以作為世界的一個表率 因為呢他們很反對說 有些國家針對中國大陸的疫苗 的一個捐贈的任務 他們說這是一個疫苗外交 他認為這是一個污衊中國的大陸 中國大陸的一個做法 像是呢中國大陸對於塞國 提供了超過四百萬劑的疫苗 像他連他的家人 這個外長的家人 以及他自己本身呢 其實都是接種的是中國大陸的疫苗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呢 其實很多歐洲的國家 其實也蠻想要跟中國大陸 一起來合作的 這次我們來看看 在下一張 王毅也特別講到說 跟波蘭的關係 他說呢 中波的關係呢 是非常重要的地位 他也非常支持了波蘭 參與國際的事務 發揮更大的空間 那波蘭的外長呢 叫做拉烏 他也期盼呢 能夠擴大 對於呢 對華的農業產品的出口 而且呢他說透過對話啊 減少摩擦啦 這是他們希望的 甚至還說中歐全面投資協定呢 對雙方是有幫助的 所以中歐全面投資協定 可以看到出來 最近儘管是遭到凍結了 但是呢 請看波蘭其實也希望 能夠繼續中歐投資協定的